我们当家人真真是最近感 每日都坐鱼海迷幻山珍 晚上前出海山间半夜都没睡 天未光就收莽 我们当家人真的很勤快 出海捕鱼三更半夜还没回来 但是平平安安最要紧 海南领水当家人冯冰的一首《我们当家人》 唱出了当家人的勤劳和曾经生活的不意 当家人是特殊的海上人家族群 曾经以州为家 耕海为生 多分布于福建 广东 广西 海南等沿海地区 领水离足自治县新村港 是目前海南淡家人聚居人数最多 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 有3000多户 1.5万人 冯冰表示 祖辈曾经以州为家的生活极其不一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 如今淡家人纷纷上岸居住 生活与以前大不相同 以前我们淡水的话真的是很缺失的 因为淡水的话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珍贵的一个水资源 但现在在岸上的话我们就是有自来水管 不再担心没有水喝的问题了 而我们的一些饮食习惯的话呢 我们以前的话呢大部分都是那种清水煮鱼 然后呢都是几乎都是白杂 也没有说放多大的一些盐呢或者是油 因为那时候呢盐也是比较奢侈品的 所以说呢我们上岸之后呢 我们的一些生活条件 饮食方面是得到很好的改善 在岸上生活方便 然后呢方便很多很多 比如我们一个外卖 然后呢出门口就有了 海南淡水淡家人郭玉光还告诉记者 淡家人生活变化不仅如此 上岸后教育和医疗条件也得到了更好的爆炸 在我的父辈跟我爷爷他们呢 教育是在海上的 那时候他们是海上流动小学 在海上 大家的遗传 停在这里的时候 会有一个先生统一教书的 然后医疗呢 当时呢在海上也是随着那种先生呢 他就是吃脚一身的就是那种了 也就是那种来帮你把脉 严重的时候还到岸上 要不然他就随风飘着就到哪里 就是这样子 到了上岸的时候呢都已经有诊所了 如今新村港岸边淡家人的楼房林立 不少淡家人转产转业 在继续开展远洋捕捞深海养食渔业的同时 还依托自然条件和特色淡家文化 积极投身休闲渔业 发展餐饮 民宿等更多产业 郭玉光就在鱼排上经营了一家餐厅 然后当时是有四个桌 四个桌呢做到至今有三百多个餐位 我们这种算是休闲鱼业 因为有吃有住有玩嘛 算是旅游行业的文化旅游行业 我们现在呢也有一些是往深海走 做艳阳捕捞做深海养殖 然后一些是往岸上走 岸上走呢 借由的严有的淡家的移民 手工啊这种等等的方式呢 我们就做了一些海产品干货啊 这些等等的 在追寻美好生活的同时 淡家人非常重视淡家文化的传承 也得到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 丙水离足自治县用两年时间 在新村镇西湖水岸 建成中国首个以淡家文化为主题的 海南淡家博物馆 推动淡家文化的传承 保护融合和发展 每天许多游客来此了解淡家文化 淡家人杨彩玉 黎亚花夫妇 上岸生活后发挥余热 唱起淡家调 现已成为 淋水离足自治县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淡家调代表性传承人 把我们的淡家文化 然后呢以博物馆的形式 然后呢就是传承下去 几乎在我认知的一些 那些习俗或者是那种文化 还是饮食方面的 几乎都有收集在里面 谢谢大家 敡家 frozen 中文 中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